Hello 大家好 我是肥仔傑 今天有兩件事想和大家討論 首先第一件事是黃之鋒的香港眾志 因為違反商品說明條例 被海關檢取了差不多一千盒口罩 而海關亦說他們的口罩不符合規格 呼籲市民停用 第二件事想和大家討論 就是朱凱迪 大家都知道早幾天國家推出國安法 國家安全法即將會在香港實施 而朱凱迪作為攬炒派的代表人物 他現在表現出淆底甚至轉軚忽然愛國 到底發生了甚麼事 在影片開始之前 希望大家可以Like這段影片 分享這段影片 讓更多人知道反對派想你踩入的陷阱 也希望大家可以按右下角的訂閱和鈴鐺 你便不會錯過肥仔傑任何一段新影片 首先和大家討論黃之鋒 大家都知道早前黃之鋒所屬的香港眾志 賣口罩 聲稱他們美國運了口罩 早前他們賣口罩時已經引起了一場風波 就是握錢而魂 有人說黃之鋒的香港眾志買口罩 居然一晚過數過九次 即是買一盒口罩要用九盒的價錢 真是代表手足多謝他們 所謂香港眾志的政棍很多時以賣物替錢為名 事實上錢怎樣用 錢變成哪一個口罩 無人知道 不過不要緊 因為相信視頻的觀眾 你們絕對是一個深水清的觀眾 你們不會光顧這些黃店 就是香港眾志這群人 但早前他推出了一款自家製口罩時 當時他就說賴落政府抗疫不力 他們自己賣口罩很貴 之後就說那盒口罩not made in China 不是中國製造 當時已經有人提出疑問 你口罩首要標明產地 如果是英國製造就英國 日本製造的日本 台灣製造的台灣 中國製造的中國 印尼製造的印尼 一定要寫清楚 因為這不是關於政治問題 而是商品說明條例 是關乎全香港所有商家的問題 香港眾志當然以身試出 率先打算破壞海關商品說明條例 怎麽說呢 他不把產地寫的盒也算 他還要寫not made in China 他其實是想用這些小學生把氣 去諷刺中國或諷刺香港人 告訴香港人不承認香港是中國一部份 為何肥仔傑會說這句 不承認香港是中國一部份 因為在今天香港眾志被海關拘捕的新聞中 黃之鋒曾經提過 他說這個口罩有機會是台灣或香港製造的 簡單來說是甚麼意思 他們其實正在玩政治主張 但他們是帶頭破壞法律 他們是破壞法律的先行者 他們是香港法律的毒瘤 而我們看看今天海關如何拘捕他們 就是因為他們本身在盒上 標籤著not made in China 然後ASTM level 1 BEF 95%以上和PFE 95%以上 大家都知道這些是標準口罩的一個說明 但今天海關拘捕他們時 他們雖然在口罩上含菌量的測試是pass 含菌量測試pass也要和大家討論 含菌量測試合格不代表PFE和BFE合格 即是含菌量的口罩本身有的菌數量是合格 但不代表這個口罩是防菌 而海關亦作出一個聲明說 因為他們的口罩雖然寫了這些東西 但他們沒有證書證明說口罩是符合資格 這個問題在哪裏呢 就是如果他們純粹在盒上寫 而口罩沒有這個標準的話 沒有證明到這個標準的話 即是他們這個盒上寫100% 寫1000% 寫0% 寫多少%都可以 香港人的口罩哪需要保障 如果香港爆發大規模的疫情 而人們因為戴了眾志的口罩 香港眾志就要為香港的疫情埋單 他們是需要負上全責的 另外我們知道海關對於口罩執法 一直以來在過去半年都有做 海關在1月起開展了代號名為守護者 的防疫產品巡查執法行動 到前日21日為止 出動了4700人針對這些商鋪去做調查 亦查了3萬多間店舖 這就是重點 原來海關一直都有執法行動 但香港眾志在他事後的Facebook 即他們被拘捕後 他在Facebook上說海關是打壓 說他們弄口罩有甚麼問題 政府不派口罩 他們弄口罩幫香港人 原則上他們那群傢伙聽起來是沒問題的 為何沒問題 如果政府當時當刻沒有能力把口罩的價格控制 或是全世界全香港都不夠口罩用時 無緣無故出來先不要理會政治主張 他願意弄一些便宜的口罩或送口罩給香港人 這是一個很好的行為 但是他們這個行為 香港眾志的行為不是單純要賣口罩 他們是令到 他們是要用口罩的用家 覺得香港是獨立的 即是宣揚港獨 用口罩來做宣傳工具 而且有一點是 如果這個口罩不符合資格便出事 他們作為一個政團 不可以說政黨 他們作為一個政團 他們面對自己的支持者時 在欺騙他們的支持者 在令他們的支持者相信 可以不用根據海關的商品說明條例 去做一個盒子 這就是他們首先做了一個法律的破壞 他們是破壞法律的第一人 天天口口聲聲說維護法律 是為鬼嗎 他們自己才是帶頭破壞 黑暴事件也是這樣 口罩事件也是這樣 黑暴事件亦會說第二件事 就是講朱凱迪 朱凱迪昨天在立法會的時候 他討論關於海洋公園的問題時 自打嘴巴 鬼拍後尾 就像之前張超雄主動承認 他們攬炒派要攬炒香港 搞亂香港 他昨天說了些甚麼 讓大家聽一聽 馬上去片 海洋公園已經是光棍 又說黑暴了 已經沒錢了 已經不行了 你還借10億 大家聽不聽得出有甚麼問題 未聽得出我再慢鏡給大家聽到一次聽清楚 朱凱迪真是很精彩 朱凱迪議員 早兩天 國家 人大宣布 就會在人大會議的議程中加插一個關於香港 立國家安全法的議程 朱凱迪不知是害怕 害怕得賴尿 鬼拍後尾枕 還是見風洗利 居然在立法會上說 黑暴令海洋公園沒錢賺 這是一個蠻trick的位置 你想也不會想到這些濫炒派 會跟你說黑暴這兩個字 他們一直都說抗爭者 如果還有黃絲的朋友 你在看這段影片 認清楚朱凱迪 割蓆了 當國家安全法來的時候 朱凱迪是割蓆第一人 肥佬黎是雀草第一人 朱凱迪就變了割蓆第一人 國家安全法在香港 將會立入基本法附件三 為我們在香港帶來繁榮穩定的發展 我們看到香港過去這麼久以來 一直受到一些西方政客或政權 他們不停蠶食香港 令香港的經濟發展越來越差 我們看到去年黑暴事件 本來我們在香港 疫情的情況 如果沒有黑暴是可以抵擋一年 但是當黑暴然後疫情一出現 香港是一個月也抵擋不了 馬上失手 我們失業率再創新高 這是我們香港值得反思的一件事 到底國安法在香港是否像那群反對派 又或者像美國的政客特朗普說 是一個壞的事 其實未必是 國安法反而令香港市民更加安心 我們香港的安全係數更加高 我們不用每天生活在一個煩惱的社會上 就是每天在爭吵政治 爭吵港獨等等 所以肥仔傑非常支持國安法 馬上在香港進行立法 另外也想介紹一本書給大家看 有一本叫做《撕裂香港》的這本書 這本書在三聯書局和商務書局有售 作者是詩子山 初步我看過這本書 它裡面基本上有說了過去多年來 香港特別是過去這一年 香港正在發生甚麼事 而這群人 藍籌派 黑暴分子 黃絲 如何一步一步將香港步向 推向 摧毀滅亡的地方 介紹大家 一定要買這本書來看 我們今集影片到此為止 如果喜歡肥仔傑影片的你 請按LIKE這段影片 分享這影片讓更多人知道 反對派想你刺激陷阱 也希望大家可以按右下角訂閱 開啟旁邊的鈴噹 你就不會錯過肥仔傑任何新影片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 我記得按右下角 按右下角 円 遲些 開啟旁 感谢观看